OK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六课 第六课的第1个 就是这个了 Chapter 6.1 Electrolytic cell OK 啊 所以你们有没有 一些 啊 印象或者感觉 没有学过这个看过这个字吗 Electrolytic 啊有印象 有啦 感感觉是几时学过的 啊 忘记了 啊 其实我们在 缝图啦 啊缝图的size的第五课 啊第五课是讲的那个水的吗 啊水的那一课啊有讲到我们用Electrolytic cell 这个process来 啊 把它分开水里面的那个atom啦 OK 啊 啊 so 他们一开始呢啊在这一课啦我们一开始就会学到 啊 什么是Electrochemistry 啊就是电子 化学了 啊Electrochemistry呢它其实就是一个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ical and chemical 啊就还是跟电 跟化学是有关系的 啊电跟化学的关系啊 啊 啊 我们在这这一课呢我们会学到两种不同的cells啊 分别是 Electrolytic cell 跟chemical cell OK 啊你们有谁知道Electrolytic cell跟chemical cell有什么差别吗 你们懂吗 不懂 不懂 另外一位学生呢 懂吗 不懂 也是不懂啊 欢愿你是还没有教到这一课是吗 你的学校 第五课刚刚进过了 哦刚进第五课罢了 OK 还蛮慢一下啊 OK啊 因为我 很多学校啊我的朋友啊都已经 教这一课了 好 so这个 啊 小子啊 第一个就是Electrolytic cell了 OK so 我们要怎样分辨这两个小子其实非常的简单的 你们只需要记得 Electrolytic cell啊 他的那个 Current flow 啊 会 产生出啊 produce这个chemical reaction 哎 啊 你们可以看这个装置啦 Figure 6.1 这种装置 啊你们有课本的话你们可以放开你们的课本第178面的 Page 178 OK 我会看到这个装置啊里面呢有两只东西啊这两只东西就是叫做 Electrolytic cell 他可以是Carbon Electrolytic cell Curper 通常是用Carbon Electrolytic 可以看到这些有很多水的 OK这些水其实就是Electrolytic了 OK 啊 啊所以这种水它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白开水啦而它里面是参了一些化学的东西就变成Electrolytic 来说为什么我们要放水在里面呢因为 啊 等下我们进行这个Electrolytic的时候啊 我们的电子我们的那个Electron 他一定要 通过这个水来 流动 啊如果今天我们不是放水我们放 放泥土 放沙的话 啊他会 流动不到啊 啊 因为他没有 free moving的那个Ions 啊那算他就要放水啦 OK OK 所以我们不要先讲这么远 OK 所以你们只需要记得 Electrolytic cells 它是 Electrolytic Convert to the chemical energy True Electrolytic 就是电解水的意思啦 OK 啊在这Electrolytic下的啊 它是从电能 边去 化学的呢 那算你会看到 呃 他的这个电路啊 有这个电池啊 啊 battery 因为他需要电了 如果你没有放battery的话 啊 啊 将那个电要怎样走 啊好像今天你 的那个 啊 电话啊 你没有插电的话 可以用吗 用不到 OK所以他一定要有battery啦 所以你们要记得 keywords就是 Electrolytic cells 它是从Electrical energy 转换变去chemical energy 至于chemical cells的话呢 啊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Vortex cell 或者是Kawanex cell For chemical cells的话呢 它是 啊 Chemical energy convert to the Electrical energy 就是从化学的转换变区 电能啊 啊 So for chemical cells的话 它是没有用到电池的 啊 因为他都不用用到电了 它是produce电了 还用化学的 能量 来produce电能 啊 Chemical cells的话呢 是在这一课的最后一个topic 才会学到的 OK 啊 啊 So 两位同学 你们可以分辨到吗 Electrolytic cells 跟chemical cells有什么差别 OK吗 可以 没问题啊 OK Good 好 So 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 啊 OK 下一个 Electrolysis OK So 他现在就会跟你详细的解释什么是Electrolysis啊 刚刚我给你们讲了吗 Electrolysis就是 电解水的意思 OK 啊 So Electrolysis的话我们一定会 用的就是这个了 Electrolytic cell了 OK 这个Figure 6.1 这整个就是Electrolytic cell了 这个装置 啊 So 你们要知道的 其实这个Electrolytic cell 里面有一些 东西是很重要的 OK 分别就下面这边了 OK 啊 首先你们要知道的就是 每一个Electrolytic cell 一定要有这个Electrolytic source Sus as battery 你们懂什么是Electrolytic cell Sus Sus是什么Sus 啊 Sus就是来源的意思了 OK 所以我们在这Electrolytic cell的一定要有一个 电的来源 这个电的来源是来自哪里 啊还原懂吗 啊电的来源是来自哪里 来自于 Batry了对不对我该都讲了吗 你没有Batry的话 你整个都没有电了对不对 啊 所以首先我们要懂了啊 在这Electrolytic cell里面 首先一定要有的就是 我们的Batry了 OK 电池 OK 好第2个呢 我们要懂得分辨什么是 A 然后 然后什么是 Katot 啊 So anokatot是什么来的呢 啊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Figure 6.2这边的图画吗 你们有看到一个是Anok 一个是Katot有看到吗 啊 你们看一下 anokatot后面他有一个什么 家还是 啊 后面他那个Gatot里面是什么来的 家 OK Katot后面有个 减 给你们猜一下为什么 anokatot的会是家 Katot的会是减 猜得到吗 增值 负值 增值 负值 OK 对啊 对啊 其实anok 就是 positive的electrode 啊 增值的这个electrode Katot的话就是 negative的electrode 负值的electrode 然后 我们再想一下 为什么anok是家 Katot是减 为何不可以anok是减 Katot是家 为什么呢 啊 OK 想到吗 其实他的原因啊 很简单的 你看清楚那个图画 你就会懂了 你有看到我们的battery 有一个加跟减吗 有看到吗 有 我们电池一定是有分 加跟减 对不对 一个是正值 一个是负值吗 好像battery比较长的 那条线就是 加了 比较短的线就是减了 所以你们看 我们这个anok 他所连去的那个battery 是连去加的 还是连去减的 那一赛 连去加 啊 那是为了 我们anok就是加了 就是这么简单罢了 OK 然后我们的Katot 他是连去battery的哪一个赛 加还是减 减 啊 那是为我们的Katot就是减了 可以明白吗 是不是很容易明白 总之你们要有一个mindset OK 如果今天考试 他没有跟你讲 哪个是Katot 哪个是anok 把你们看 它这个electrode 它是连接去battery的哪一个terminal 它是连接去positive terminal 那个electrode 就是叫anok 如果这个electrode 它是连接去negative terminal of the battery 它就是Katot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这边啊 这两边我就不讲了 就是我刚已经解释了 然后就是electrode OK还记得吗 什么是electrode 刚刚一开始我有讲到的 嗯 啊 你们看这个 转换成 对啦 OK electrode 就是那个 水了 你们看这个 这个这个6.2 它的这个electrode 是不是下面有水 在那里 这些水就是electrode 好 所以你们要记得electrode 它里面是含有 positive ions 跟negative ions OK 你们懂什么是Ions吗 Ions 懂吗 欢愿懂吗 什么是Ions 不懂 那些那种 盖子 啊不是盖子 这个不给车 那个谁 Ky Ky懂吗 Ky 不懂 OK Ions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 Chash的意思 Chash 什么是Chash 好像今天 我有一个atom 啊 他是 H Hydogen 如果今天 他 丢了一个electron的话 啊 他就会变去 Has plus 对对 啊这个Has plus就是那个 Ion 那个Chash 好像我们宝贝有学过了吗 啊 你懂 水的那个化学名称叫叫叫叫什么吗 水的化学名称的 从头学过的 H2O YES H2O OK 为什么他会叫H2O 因为他里面有两个H跟一个O吗 两个Hatom跟一个O oxygen atom 啊最近如果我把H2O把它拆开的话 啊他其实就是一个 H plus Ions 加一块一个是O H minus Ions 啊 OK就是一个加一个减了 所以过后啦 你们会学到啊 无论他用什么东西什么solution都好什么 出来都好 他里面一定会有 H plus Ions跟O H minus Ions 啊 所以这些呢 就是 我们的Ions 啊 So Positive Ion OK我们怎样懂那个Ion是positive还是negative 这个也是很简单的 啊你们看一看我这个H plusIon 他后面有个加吗 所以他就是属于 Positive Ion 啊如果他是negative Ion的话你看到他后面一个减的话 他就是negative Ion 啊 啊可以明白吗学生 可以啊然后你们还要记得一个东西就是 Positive Ion的话呢 还有另外名字叫做 Kat Ion 最negative Ion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N Ion OK 啊 可以啊 所以你要所以其实Kat Ion呢 他会流去哪里 他会流去 Katok 哎对吗 啊对Kat Ion会流去Katok 啊为什么呢 啊因为Kat Ion他是positive Ion OKpositive Ion positive Ion 的话呢他就会去到 negative的 因为加跟减效在一起的吧 对不对 你看他这个图 OK 啊 啊 这个Figure 6.2 你有看到吗 他这个加的他会跑上去 箭头指向Katok对不对 对吧 有看到这图吗 啊所以这个加的这个就是 Positive Ion 就是Kat Ion了Kat Ion会走向Katok 啊因为Katok是减的 Kat Ion是加的吗 所以加跟减的会在一起的 啊你们就就想一下了啊 男生跟女生会在一起的吗 对不对 啊还是 啊现在是男生跟男生在一起 女生跟女生在一起 生孩子 没有可能的吗 一定是 一男跟一女的吗 对不对 啊 负责跟 跟那个正值也是一样的 啊 啊 加的Ion就会跑去 negative的electrod 减的Ion也就是N Ion会跑去 跑去 好像你 跑去 Positive的electrod也就是N Ion 其实很容易记得了啊 N Ion to N Ion to get 啊 把你要记得了Kat Ion就是 Positive Chash Positive Ion N Ion就是negative Ion 所以这一边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了 这一刻 啊这整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啊因为如果你 这边你搞不清楚的话 啊 这一刻 你应该会很难 Cash up到 OK 应该会很难 Cash up到 可以明白吗 可以 啊 所以你们要搞清楚啊什么是 N Ion 啊 好 然后 OK下面的话他又再跟你再一次解释过了啊什么是 Electrical source 什么是Electrode 啊 Anot的话他是Positive Perminal 啊 所以 Kat Ion的话他是联系 Negative Perminal 的那个bacteria 啊 然后Electrolyte的话就是那个水了啊 那个水的话 啊 啊 他可以爱的 是 Modern 或者是Aquistate OK Modern state就好像是那种 那种铁啊 你拿去高温啊 把它融了 变成铁的水啊 那种就是Modern Aquistate的话就是普通那种Solution啊比如说什么 Copper 2 Solution啊 啊 Sul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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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ution啊 这些都是 Aquistate啊 啊我们过后很多Example会看到的啦如果你们有继续补 补下去的话啦 OK 啊 然后呢 啊所以这Electrolyte他的最主要的Function就是要让我们的那个Electric Current可以通过了 啊 好像如果有些水他不能够让Current通过的话他就叫做None Electrolyte 所以看到他这边有两个Example啦啊一种是Electrolyte的Example 另外一种是None Electrolyte的Example 啊所以这种全部都是Electrolyte了 他们是可以让电流通过的 啊所以我们今天要 要做这个Electrolyte的这个Experiment的话我们就可以 啊用这几个Solution啊 啊 如果我们 今天是用这些Nephtaline啊 Rucose啊 Ethanol的话 这些就做不到实验了 因为这些是None Electrolyte 他没有办法让电流通过 啊 可以明白吗 可以 可以啊 啊 啊 所以他下面这就跟你讲到咯 啊我们的Electrolyte的一定会有 N-Ion跟K-Ion Positive跟N-Ion 啊 For example 啊 他今天拿Sodium Chlorite来做Example啦 Sodium Chlorite 啊他里面一定会有 Sodium Ion 看到吗 看到吗 有个Plus在后面 所以它是Positive Charge Ion 还有Clorite Ion 啊 Clorite是C- 后面有个- 所以它是negatively Charged Ion 所以他也是有画一个Equation给你看 就是NACL 放个箭头这边去N- 再加一个Cl- OK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Example啦 啊 可以吗各位 可以 没问题啊 啊 So OK 时间差不多到了 已经4点20分了 OK 啊 如果 你们要真的要跟我 要给我补的话 你们 最好就是 今天给我知道了 因为 我明天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 补习班了 OK 我明天的那个补习班会放在 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了 OK 暂时一个小时我只是收费 15块罢了 OK 通常一个月会补 4次了 OK所以一个月的话 补习费就是 60块了 因为15乘4等于60嘛 啊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就 给我知道了 OK啊 今天给我知道了 明天就可以正式来 来进了 因为如果你们 啊 可能过了一两个礼拜才给我知道的话 到那个时候已经 加完这一part了 可能我们已经去到 第6课的 后面了 所以你们可能就会 miss掉一些课程啊 就没有这样好了 OK 可以明白吗 可以 可以啊 好 好 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